首届的李國頂獎的得獎人 就是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而今天這個頒獎典禮 也可以說是非常的熱鬧 因為不只總統蔡英文 親自己出席之外 還有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還有前副總統騷萬長登人 都來到現場了 而我們也注意到 其實總統蔡英文 還跟這個郭台銘 兩個人是一起同桌的 雖然中間隔了兩個人 不過這距離非常的近 不過現場的氛圍 似乎還是有點少尷尬 因為兩個人幾乎這全程 近一個多小時 幾乎是沒有什麼特別互動的 不過媒體也好奇說 是不是因為上次這個疫苗事件 讓雙方的關係很緊張 來停停稍早郭台銘的回應 有打招呼 怎麼沒打招呼 那你有打招呼 有關是中的你要做什麼嗎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我們沒聽到 郭台銘是強調說 其實兩個是用打招呼的 不過外界也相當關心說 關於這一次的總統選舉 他跟柯文哲的合作進度 到底在哪裡 但是不管怎麼問郭台銘 都是微笑以對 通通沒有回答 那麼另外在今天的 這個李國頂獎現場 其實還有一個神秘嘉賓 就是這個回答的創辦人 黃仁勳他特別在從美國來到台灣 要來出席也讓張忠謀非常的開心 而不只黃仁勳本人道 他也帶著他的美國太太 首度亮相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